图德拉是美国的一个工程师 他很想在石油界大战宏图 带现身手 但苦于没有钱 怎么办 有一天他从一个朋友那里 得到一条信息 阿根廷想采购2000万的丁丸气体 图德拉突发奇想 决定去封莫运气 当他来到阿根廷之后 才发现自己碰到了强劲的对手 英国石油公司和翘牌石油公司 是打推堂股还是因难而上 他决定用自己的智慧 跟两家公司叫板 图德拉精心调查 苦思良策 一天他在报纸上发现一则消息 阿根廷牛肉过剩 羁押严重 亏损大增 他们正不惜代价卖掉这些牛肉 这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为什么不利用一下 于是他找到阿根廷政府说 如果你买我2000万的丁丸 我就买你2000万的牛肉 也就是说你不花一分钱 只要给我你羁押的牛肉 就可以得到2000万的丁丸 这正是阿根廷梦寐以求的 于是当场签了协议 合同签好后 图德拉拿着牛肉的供货单 跑到西班牙 因为那里的造船厂没有订单 濒临倒闭 图德拉对西班牙政府说 如果你买我的2000万牛肉 我就在你们的造船厂 打造一艘2000万的超级邮轮 西班牙政府的难题 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非常高兴 他马上通过他们驻阿根廷的大使 叫他们把图德拉要的牛肉 发往西班牙 牛肉有了买主 那么邮轮又卖给谁呢 图德拉离开西班牙后 返回美国 直接跑到费城的石油公司 图德拉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买我在西班牙 建造的2000万的超级邮轮 我就买你们2000万的丁丸气体 太阳石油公司见有利可图 于是就同意了 就这样 图德拉一分不花 空手打进了石油界 从此大发奇才 做生意 要想白收起家 就要学会空手套白狼的连环套方法 不要看自己的钱帮 有多少钱 再去干多少事 而是要逆转思维 学会借力 老老把握每个环节 给出对方无法拒绝的方案 你才能够成功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